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肚子好饿哦 有我最爱吃的菜包呢 好痛哦 用餐前要先洗手 你看你的手脏兮兮的 会把细菌都吃下肚哦 你 你是谁啊 我 我是用餐小精灵啊 今天特计来和你一起晚餐 小强 你又偷吃菜是不是 要等爸爸回来一起吃 还有 快去洗手 好了 我知道了 我回来咯 耶 可以吃饭了 饭前洗手是必须的 等全员到齐再一起用餐会更美味哦 开动吧 小强 吃饭的时候不要看卡通 把iPad收起来 如果要看就等吃完饭再看 吃饭是用嘴巴吃 看卡通需要眼睛看 又不会互相干扰 啊 讨厌 滴倒了啦 吃饭的时候就该好好吃饭 不要一心二用 你这样边吃边看 不但弄脏了iPad 也食不知味 不是吗 要做什么就等吃饱饭再做 好吧 那我赶快把饭吃完 你这样狼吞午宴小心会噎到 这样不仅对食道跟胃很不好 而且你吃得这么快 不是也浪费了妈妈的一片爱心吗 啊 吃得快也不行哦 细脚慢咽不但对身体好 也能让你静下心来体会食物的味道 吃饭不只是吞下食物而已 而是要好好享用 感受食材 食物除了吃进嘴巴里 还能够用眼睛跟鼻子去感受哦 啊 享用 感受 当你用心吃完一餐之后 就会对农夫 厨师 多一点感恩与尊敬 那我应该怎么吃呢 首先呢 你得用眼睛欣赏一下 今天妈妈准备的菜色 哇 全都是我爱吃的菜耶 每一盘看起来都好美味 用眼睛享受完之后 接着就换你的鼻子啦 你仔细闻闻每一道菜的味道 哇 每一道菜都有着不同的香味呢 再来慢慢将食物吃进嘴巴里 越嚼越香 每嚼一口味道都不一样呢 充分咀嚼食物后 再慢慢把菜吞进肚子里面 让胃好好消化 这样慢慢吃果然比较没有负担耶 吃饭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心存感激 细嚼慢咽不但有益健康 也会让餐点变得更加美味哦 妈妈 真的很谢谢你每天辛苦帮我跟爸爸准备这么营养又美味的晚餐 不客气 只要你们能把饭菜都吃光光 我就很高兴了 多吃一点 我吃饱了 小乔 你要去哪里啊 吃饱了就可以做自己的事了吧 吃完饭 帮忙收拾碗筷 还有洗碗是举手之劳 妈妈煮饭给大家吃已经够辛苦了 妈妈 我来帮你的忙 我也来帮忙 小乔 你在做什么 我在跳绳呢 饭后不应该从事激烈的运动哦 食物都还没消化完就做激烈运动 你不怕肚子痛吗 晚餐后可以跟家人出去散散步 聊聊天 不仅可以疏解压力 增进感情 也可以让胃好好消化哦 今天晚上真凉快 我们全家一起出去散散步吧 耶 我要去 哈哈哈哈哈哈 我也要去散步 小乔等等我 啊 好能快啊 真的好棒 对不对啊 爸爸 妈妈 哈哈哈哈 用餐时记得要细嚼慢咽 保持心情轻松 好好感谢 并享受食物的色 香 味 而饭后也不要从事激烈的活动 以免肠胃消化不良 祝大家每天都用餐愉快哦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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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